聊摘之意 蒲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彭海秋 来周一个书生叫彭浩古 在离家很远的别墅读书 时至中秋 彭浩古还没回家 又没人作伴 甚感寂寞 他想到村中没有可以交谈的人 只有一个名叫秋生的名士 却有不畏人知的恶行 自己总是瞧不起他 月亮升上天空后 他倍感无聊 只得写了个请帖 请秋生前来 两人正在喝酒 有人前来敲门 书童出去开门 只见一位书生遇见主人 彭浩古离开酒席 请客人进屋 互相拱手失礼 围坐在酒席旁边 便询问书生来自何方 姓甚名谁 书生说 我是广陵人 与你同姓 自海秋 至此凉霄 孤身一人在旅馆里甚感凄苦 听说你格调高雅 所以不经介绍就来待见 彭浩古细看书生 身穿整洁的补衣 言谈欢笑 风流儒雅 彭浩古满心欢喜地说 你我同族 今天是什么好日子 能遇到这样的嘉宾 便吩咐给彭海秋针灸 待他如旧友试骄 彭浩古观察彭海秋 发现他对秋生有些鄙夷 秋生用仰慕的态度 与彭海秋攀谈 彭海秋总是态度傲慢 彭浩古很尴尬 就插话提议 先由自己唱首民间歌谣 为喝酒助兴 接着他抬头仰望 清了清嗓 唱了一首 浮风豪逝之曲 于是大家又说笑起来 彭海秋说 我不懂音韵 喝不上你这帮高雅之曲 请人替我唱行吗 彭浩古说 行 彭海秋说 莱州城里有没有铭记 彭浩古回答说 没有 彭海秋沉默良久 转对书童说 恰巧我叫来一个人 现在正在门外 可以领他进来 书童走出大门 果然看见一个女子 在门外徘徊 便把他领进门来 这女子大约16岁左右 容颜如仙女般绝艳 彭浩古为之惊叹倾倒 连忙扶他坐下 女子身着柳黄色的披肩 香气飘散四座 彭海秋立即关切地对女子说 麻烦你千里跋涉了 女子含笑应了一声 彭浩古十分惊讶 就问怎么回事 彭海秋说 可惜贵乡没有家人 我刚从西湖的船中 把他叫来 对女子说 刚才你在西湖船中 唱的薄姓郎曲 太好听了 请再唱一遍 女子便唱道 薄姓郎 千玛喜春找 人生远 马生咬 江天高 山月小 掉头去不归 亭中生百小 不愿别离多 但愁欢会少 眠何处 物作随风绪 便是不封喉 莫向林穷去 彭海秋从西袜中拿出玉笛 随着歌声吹奏 歌声结束 笛声终止 彭浩古惊叹不已 说 从西湖到这里 不止千里之远 你却能立即把他叫来 莫非你是仙人吗 彭海秋说 哪敢说是仙人 只是万里之远 对我就像院子一样大 今晚西湖的清风明月比往常更美 一定的去欣赏 你与我同去吗 彭浩古有意看看彭海秋不同寻常的本领 便答应说 太荣幸了 彭海秋问 坐船去还是骑马去 彭浩古暗自觉得乘船脚舒适 回答说 我想乘船 彭海秋说 这里叫船太远了 天河中应该有百度的船 便向空中招手说 船快过来 船快过来 我们要去西湖 多给酬金 不久 一条彩船从空中而下 周围缭绕着烟云 大家都登上彩船 只见船上有一个人拿着短桨 短桨的末端秘密地扎着长帘子 形状类似一把羽毛扇 短桨一滑 清风习习 彩船渐渐升入云霄 向南边飞快地驶去 过了一段时间 船落到水上 只听见四周管弦交错 人声嘈杂 彭浩古走出船舱一看 一轮明月倒映在烟波之上 游船多得像热闹的急事 船夫停止滑降 任彩船随波而流 仔细一看 这里真是西湖 彭海秋从后舱拿出美酒佳肴 高兴地和大家一起饮酒 不多时 有一条楼船慢慢接近彩船 与彩船并排航行 从窗边望向楼船 里面有两三个人 围坐在一起下棋 大声喧闹欢笑 彭海秋递给女子一杯酒说 用这杯酒给你送行 女子喝酒时 彭浩古来回走动 心中满事不舍 唯恐她离去 便用脚暗中踢她 她也偷偷与彭浩古眉目传情 彭浩古更加动情 请求约定将来见面的日期 女子说 如果真想见我 只要问娟娘的名字 没有不知道的 彭海秋便把彭浩古的 一条铃子手帕交给女子 说我替你定一个三年后相见之约 随即站起身来 把女子拖在手掌中 说仙人啊 仙人啊 再会 于是打开临船的窗子 把女子往里送 窗眼如盘子大小 女子贴身窗上 像蛇形一般的往里钻 根本不觉得狭窄 不一会儿 听闻临船有人说 娟娘醒了 楼船立即滑走 彭浩古远远望见楼船 已经停岸 人们渐渐离开 顿时没了游幸 便与彭海秋说 自己想到岸上去 两人一同大致看看风景 刚说完 彩船已经靠岸 彭浩古于是离开彩船 信不走去 觉得走了一里多地 彭海秋从后面赶了上来 还带来一匹马 让彭浩古牵着 自己便再次离去 说 等我再借两匹马来 但是去了很久也没有回来 这时 行人已经非常稀少 彭浩古抬头一看 月亮已经稀邪 天边已有曙光透现 秋生也不知去向 彭浩古牵着马徘徊不前 进退两难 等他下马赶到停船之处 人和船却都不见踪影 他想到腰包里没钱 更加忧愁不安 偏大量后 彭浩古牵马背上有一个金线绣成的小口袋 伸手摸出了三四两银子 便买了吃的耐心等待 没过多久就到了中午 他心想不如暂时去寻访娟娘 也可以慢慢打听秋生的消息 当他问到娟娘的名字时 无人知晴 于是兴致全无 第二天便骑马离去 幸亏马很训良 足力不弱 走了半个月 他才回到家里 那时 彭浩古一行三人驾船飞天时 书童回家禀告说 主人已经成仙而去 全家人都伤心流泪 认为他一去不回了 他回家后 摔好马 走进门 家人又惊又喜 全部凑过来探听 他这才一一讲了自己不同寻常的遭遇 他回想只有自己一个人回到家 恐怕秋生家得知后会追问秋生的下落 所以 告诫家人不要把消息传扬出去 说着说着 提到了那匹马 大家认为这是仙人留下来的 便都到马棚去看 等大家来到马棚时 蚂蚁无影无踪 只有秋生被缰绳拴在马草旁边 大家甚感诧异 立马护棚好顾前来 只见秋生在马棚里低着头 面如死灰 问话也不回答 只是两眼一张一合而已 彭浩古于心不忍 松开缰绳 把秋生扶到床上 秋生就像丢了魂似的 给他灌些西粥 他能稍稍喝下一点 半夜时分 秋生稍稍有了知觉 急忙要上厕所 彭生扶他前去 他便拉了几个马粪袋 又为了他些西粥 他才能够说话 彭浩古在床前 息问究竟 秋生说 下船以后 彭海秋带我到无人之处闲聊 开玩笑时的拍拍我的脖子 我便感到昏迷 跌倒在地 趴在地上 不多久 只见自己已经变成了马 心里还明白 只是不能讲话 这是莫大的耻辱 定不能让妻儿知晓 请你不要泄露出去 彭浩古满口答应 派出扑从车马 送他回家 彭浩古自此一直惦记着娟娘 过了三年 因姐夫担任扬州通判 彭浩古前去探望 扬州有一位梁公子 与彭家是世交 邀请彭浩古一同喝酒 宴席上有几名歌姬都前来拜见 梁公子问娟娘怎么没来 手下回报说娟娘生病了 梁公子生气地说 这丫头自以为身价很高 可以用绳子把她绑来 彭浩古听到娟娘的名字 惊诧地问娟娘是谁 梁公子说 她是扬州第一的青楼女子 只因小有名气 便傲慢无理起来 彭浩古怀疑这是偶然同名 但心已碰碰直跳 非常想与这位娟娘见上一面 不一会儿 娟娘到了 梁公子满脸怒气地斥责她 彭浩古仔细一看 她真是中秋时节见到的娟娘 便对梁公子说 此人与我有旧交 万望给予宽恕 娟娘向彭浩古这边细看 似乎也很惊愕 梁公子不好多问 急令娟娘敬酒 彭浩古问 你还记得薄姓郎曲吗 娟娘大为惊诧 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才唱起这支旧曲 听那声音 宛然当年中秋时节 喝完酒 梁公子命娟娘陪彭浩古去休息 彭浩古握住娟娘的手说 这三年后相见之约 今天才实现吗 娟娘说 那时与人到西湖游完 没喝起杯酒 忽然就像醉了一般 正神志不清时 被一个人带走 来到一个村子里 被书筒领进门后 酒席上有三个人 你是其中之一 后来乘船来到西湖 从窗帘间把我送回 你深情地紧握我的手 每当我沉思此情此景 便认为是在做梦 不过灵智手帕还在 现在我还好好的珍藏着她 彭浩古把事情的经过 告诉娟娘 两人都感叹不已 娟娘一下子扑到彭浩古怀中 耿耿叶叶地说 仙人为我们牵了红线 你别因为我是风尘女子 而嫌弃我 就丢下我这苦海中的人 彭浩古说 我从未忘记传宗之约 如果你有一乡从 就是倾尽囊中所有 卖掉做齐 我也在所不惜 第二天早晨 彭浩古告诉梁公子 他们相好之事 又向当通判的姐夫借钱 用一千两白银 消去娟娘的娼吉 带娟娘回到家里 偶然来到别墅 娟娘还能认出 当时喝酒的地方